同志版!男拆雪穿高跟鞋一个月! 《红楼梦》主要演员齐聚一堂!图记者林钓逊社,201803.31。 同志版《红楼梦》电影,今3月31日,在金碎奖领展,发表全球抢先看的片花发表会,片中演员也来到现场与观众见面。 《红楼梦》是台北西门丁红楼同志的故事,并呈现台北年轻人的生活样貌。 电影也大胆对性爱、用药等同志文化现象,有露骨表现。 至于演员男拆门,则大放分享拍片心得甘苦谈,例如学习穿高跟鞋学了一个月,过程中很痛苦还一直拐到脚,但学好了之后,每个人都忍不住觉得自己有如超模。 而在角色方面,饰演林黛宇的陈彦明就说,他本人的个性比较温和,一开始遇到情绪激烈,甚至要生气的戏时,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 而贾宝玉吕金像则觉得,宝玉的个性十分讨喜又迷人,如果自己能够遇到这样子性格的人,应该会很不错。 唐伦饰演的小游角色,原型是《红楼梦》中的游二子,采言自己其实很同情小游的遭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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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